复课来游聊抽奖活动 27号下午在花莲市浩克文化会馆举办公开抽奖仪式 同时在施工所脸书直播 现场由市长魏嘉贤公开抽奖 由正峰市人员担任见证 抽出了最大奖iPhone 12 3C家电等有31个奖项 市长魏嘉贤大手一捞从票桶当中 抽出了iPhone 12的得奖幸运额 紧张场面让人看的是既期待又怕受伤害 最后是由一位张信士兵获得奖项 市长也当场拨打电话要功课 书云你好 这不是诈骗警察 我是花莲市长魏嘉贤 恭喜你抽到iPhone 12 那记得要带你的相关资料来花莲市公所 引起你的手机 那我们很高兴看到你中奖 如果你要放弃的话 这段时间你都可以不用 这是27号下午花莲市公所在浩克文化会馆 举办的复刻来游聊抽奖活动 除了全程是以公开方式进行 同时也是在市公所的脸书来同步直播 而正峰市主任谢文尹也到场担任见证 依序抽出最大奖iPhone 12 3C家电等31个奖项 那我们再次要谢谢所有市民朋友的参与 那这几天里面也超过了将近5000人来到花莲市浩克会馆里面做一个住宿跟旅游 还有观光 那也产生出不少的一个效益 那这次我们要恭喜很多的中奖者 那么未来也希望说有更多的朋友们来到花莲市 能够来到浩克会馆看看我们这边的特展跟部展 那我们花莲市永远欢迎大家来到花莲最棒的一个客家观光城 根据客行所统计 这一次从16号开始一连举办三天的复课来游聊复古主题活动 总共发出了3000份的摩采券 缔造数十万元商机 市长魏嘉贤除了恭喜各位得奖者 他也表示不认有没有得奖 希望大家能够体验到花莲市的观光乐趣 而客行所所长杰丽文则是提醒民众 最后得奖名单会公布在花莲市公所的官网还有脸书 得奖人必须携带身份证自行前往浩克文化会馆来领取 或者是委托客行所寄出 如果在七天之内没有联络上 以及11月30号之前没有前往领取的得奖者 将视同放弃中奖权益 择日另行补抽 据学历情华莲市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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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